一到夏天就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今年夏天是几百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每年的新闻仿佛都是那么似曾的相似 今年就更不得了了 科学家认为地球正处在12.5万年以来最热的时期 虽然这个推断的可信度还有待考证 但最近的天气可真的是热得够呛 不过地球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加温的 已经将近51岁的地球也曾经经历过极致高热时期 地球诞生的初期是地球温度最高的时候 地表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 那时地表还未形成实质的固体岩石 全都是沸腾的岩浆 早期地球是个真实存在的人间炼狱 随着地球各种矿物质合成吸热 地球的温度也随之下降 经历了几千万年的冷却期 吸热水云和二氧化碳使大气层变厚 地表形成坚硬的岩石外壳 地表的温度就稳定在了200摄氏度左右 渐渐地地表开始积攒大量的水 水汇聚形成海洋 使得地表温度进一步的降低 冷却到了70摄氏度 虽然听起来依然是热的受不了 但这对地球来说已经是非常凉爽的温度了 6500万年前 随着一颗小行星造访地球 地球上的温度再次上升了 这颗小行星的直径10公里 比每小时7万公里的速度和地球撞了个慢环 产生的热量相当于几百万枚核武器 同时爆炸 这次撞击引起的海啸席卷了海岸 熔岩和灰尘四处扩散 带入到大气层当中 浑浊的大气层遮住了阳光 使地球温度不断的降低 但是撞击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火山喷发 产生的二氧化碳使地球逐渐升温 地球表面温度达到了275摄氏度 这一时期直被死亡 90%的物种灭绝 还有一次著名的全球变暖事件 是距今5500万年前的古兴市 史兴市极热事件 在恐龙灭绝的1000万年以后 地球温度又一次经历离波恐怖上涨 即使是在北极南极平均气温 都是在16摄氏度以上 南北极地永久冰川融化 丰富的降水 使蕨类植物和亚儿在森林生长的郁郁冲冲 科学家对那一时期的化石进行了研究发现 短吻鳄跑去北极附近的沼泽中定居了 亚儿代森林扩展至北纬地区 大部分深海生物灭绝 陆地动物减少 并向北前移到气候较冷的地区繁衍生息 在地球的这次高热期 还运用了体长14米的泰坦巨鳄 通过计算 古兴市史兴市的极热事件期间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从百万分之八百 增加到了百万分之两千以上 因此在这次热事件成因的推测当中 大量的碳排放 导致地球急速变暖成为了主要的猜想 据推测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来自于火山喷发 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 相当于把如今全球储存的 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 全部都烧光的总和 这场古兴市史兴市的极热事件 历史15万年 直到多余的二氧化碳重新被吸收 才得以告终啊 在最近几千年 地表温度上升了5到10摄氏度 现在的温度已经接近三千万年前 丧心式的温度了 这可是能够让大量物种灭绝的温度啊 未来地球还会经历多少次 极热极寒的事件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唯一能够做的是 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吧 毕竟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生存的家园了 我们下期见